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可能被绑架了 绑架 怎么可能啊 喂 梧桐 怎么了 有一件事要跟你说 开门 有没有人呢 开门啊 通通 来了 来了 开门 吴小姐 你怎么来了 童童呢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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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童童 童童 你什么说我打电话呢 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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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你没事吧 孩子虽然盼给了栗仲盟 但他是孩子的母亲 没有人能阻止他找到孩子 谁在呢 陈伯 把他们赶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这两个人 我不走 见不到童童 我是不会走的 快 赶他走 吴小姐 我不走 请你出去吧 吴小姐 请不让让我 吴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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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来 告诉我 童童是不是真的不见了 童童是不是真的不见了 你快告诉我 立刻让这个女人出去 我不想再见到她 我们要找到童童 需要她的帮忙 她有什么目的 你不清楚吗 没准这个孩子 是她故意藏起来的 引你上钩 你 我证明 昨天晚上到现在 梧桐跟我在一起 童童绝对没有找过梧桐 童童到底什么时候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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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 老李 是这样的 今天早上 我送童童去幼儿园 车快到的时候 她说她要自己进去 我一看 也没有几步路了 就把车停在边上了 那你有亲眼看到她进去吗 是啊 我是亲眼看到她 进了大门我才走的 那你有没有看到她进教室啊 那都没有 那谁能想到 她进了大门以后 还能不见呢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今天早上 我接到幼儿园老师 打来的电话说统统没有去 我才发现事情 有点不太对劲 可是她才那么小 她能去哪儿啊 她根本都不知道 从幼儿园回家的路 她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现在有两种可能性 一个是童童有没有可能 自己偷偷溜回去找你 另外一种可能 说 另一种可能是什么 你快说呀 我们边走边说 跟这样的女人混在一起 年纪轻轻地不求上进 你刚才说的 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 可能被绑架了 绑架 怎么可能啊 童童的照片 多次上过杂志的封面 全成人都知道 她是我立足的儿子 想要绑架她 勒索钱财 不是不可能的 怎么会这样 在没有你之前 我们母子俩过得好好的 你为什么要跟我讲童童 我只是说她有可能被绑架 并不是说她一定 每天晚上她都闹着要找你 所以早上可能趁她上学的时候 偷偷溜出去 然后跑回你家 不可能的 从幼儿园到回家 她要坐三四站的车 她还那么小 她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去 所以我担心她在路上会有危险 不会的 不会的 您告诉我 不会的 你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你家 到幼儿园的路上 做地毯式的搜索 我现在需要你仔细想一想 她还有可能去什么地方 美玲家 她要是找不到我 她肯定会去美玲家的 你去个便宜哪 你去哪呀 喂 喂 美玲 你看到童童了吗 童童 我今天没看见童童啊 你给我来点小萝卜 来两把 那你 那你现在在哪儿啊 我在菜场买菜呢 在我家停一下 喂 什么情况 喂 你的香菜吗 送我两个 他那儿 晟童 疼童 疼童 李总 从童童幼儿园 到吴小姐家方向的 大街小巷 我都找过了 没有看见童童 我也问过路人了 有个外博指的说 一早上看见童童 从一条小街向童走 那个方向 应该是吴小姐家的方向 我告诉你 派出所有人继续找 听到没有 好嘞 拜 他们说有人看到童童 童童应该是回来找你了 我们再去附近找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